今日突然有网友爆料称宋仲基参加有人的婚礼并且还担任起廖思怡的指责从视频中来看 欧巴的发型有了很大的头发长长了很多 整个人容光焕发完全看不出来他其实已经三十多岁的事实了 而且一举一动中都透露这亲切不愧是大家的男神 宋仲基真正被大部分中国人所认识还是因为和宋慧桥一起演的那部偶像剧太阳的后裔 而且当时正是韩剧盛行的时候 宋仲基简直就是全民偶像的存在 接着就因为和宋慧桥的恋情而收获了一个好男人的称号 宋慧桥最近也是一直因为不老荣源而被众多网友所羡慕 而且从宋仲基的路透图也能看得出来心情真的很不错了 从路透的视频中有一个最亮点的地方就是宋仲基的新发型之前 在剧里的造型因为是军人的缘故 所以头发比较短符合军人的造型 而且比较清爽 但是最尽松重击的头发 长长之后做成了中分的发型 而且不再是一头黑发 而是染了一头的棕色 看到这样的发型 笑边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不过有些网友却觉得有些不甜适合他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只要长得帅 即使是剃光头也会很好看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看到欧巴这样的发型 是不是也和小编一样觉得其实很好看呢 现在终于和宋慧桥修成正果之后 两人的婚姻生活一直以来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所以这次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宋仲基在参加婚礼的时候 右手上并没有戴结婚戒指 甚至怀疑其两人的婚姻时不是出现了问题 不过笑边想说的是 从一枚戒指来看两人的婚姻好不好 的确是有些片面了 不想戴戒指也说不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否决的话总归是不明智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